追根溯源碳产地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食材 但是您真的了解它吗 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上一座城市品一方滋味 有这么一座古城 走在其中呢 不仅可以体会历史与现代的交织 也能品味静谧与繁华的共存 这座古城就是位于湖南省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凤凰古城 凤凰古城的风景以秀美而著称 但是您知道吗 在这座古城里可有一道美食 因为重口味而闻名 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探寻小分队 一起去看看吧 凤凰古城 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因被靠青山 酷似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而得名 凤凰 山川美景 历史古桥 江边吊脚楼 以及众多古建筑 构成了这座古城 独具一格的韵味 看似朴实 实则富有灵气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凤凰的水土 孕育着一代又一代 富有灵气的凤凰人 大家所熟知的作家沈从文 他将自己的故乡 描绘得如水墨丹漆 也让这座淳朴神秘的凤凰古城 名扬四海 如果说白天的凤凰古城 是古云悠长 那么夜晚的凤凰古城 则是绚丽璀 很多来过凤凰古城人都说 夜晚的凤凰古城是美文美奂 不得不说凤凰古城的夜景真的很美 俯瞰夜晚的凤凰古城 江岸两边灯火辉煌 流光溢彩 城中古朴的建筑物 与江里的倒影交相灰映 璀璨夺目 万千灯光的照耀 仿佛穿越时空 来到了一个梦幻的世界 虽然现在呢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岸两边 还是灯火辉煌 人来人往 谢礼多彩的灯光秀 如同给这座古城 穿上了五彩斑斓的盛装 这里也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 民族服饰给这座古城 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除了美景之外 不能错过的 就是凤凰古城中的美食 在寻找美食的路上 苗族姑娘用他们的方式 让我们体会到当地人的热情 不过这座古城的重口味美食 是什么呢 在古城中探寻 我们发现当地的美食 可谓是五花八门 当地人告诉我们 鸟饼 舍饭 烤菜吧 腊肉 都是这座古城里 比较受欢迎的美食 除了这些之外 虾饼 也是当地非常特色的美食 哇 闻着就好香 哦 好好吃 它应该是那个小和虾 然后呢 吃起来没有什么腥味 嚼起来很酥脆 制作虾饼的老奶奶说 凤凰古城依陀江而建 它的小和虾 就是来自于陀江 而虾饼的制作方式非常简单 仅仅是加入了面粉和小葱 这样可以保留小和虾的原汁原味 不过 这座古城的重口味美食是什么呢 咱们当地重口味美食是什么呀 雪巴鸭 雪巴鸭 雪巴鸭特别好吃的 对对对 雪巴鸭 有雪巴鸭 我们在古城中发现 很多饭店都在明显的位置挂着雪巴鸭的招牌 众所周知 香菜以香辣著称 湖南人爱吃辣 是刻在骨子里的 那么这道菜是不是辣味十足 所以很重口呢 走进饭店 我们发现 食客们的餐桌上 几乎都有这道菜的身影 这道菜是我们风房 历史悠久的一道名菜 原来雪巴鸭是湘西一带 流传百年的名菜 在当地 请客也好 吃酒也罢 一桌子菜上了 没有雪巴鸭 就不能算是菜上齐了 这道菜 不仅是当地人童年的味道 很多人也会因为这道菜 慕名而来 色泽诱人 香气四溢 雪巴鸭一上桌 就引得我们垂涎欲滴 尝一块咱们的这个鸭肉 嗯 这个鸭肉都味得好好啊 鸭肉吃起来浓郁鲜香 香辣适中 最关键的是 鸭肉中还散发出清香 而这一抹清香 让本该油腻的菜肴 变得清爽又回味无穷 可是 这么美味的菜肴 也不是辣得过分 为什么会被称为 中口味美食呢 这会儿我们发现 这道菜里除了鸭肉之外 还有一些偏黑色的小方块 好好吃啊 它这个味道好特别 味道呢 是那种又清香的味道 然后又融合了那种鸭肉的鲜味 它口感呢 是那种很弹很紧实 但又不会嚼不动的口感 有清香味的偏黑色小方块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联系了店里的老板 彭明芳彭大哥 寻找答案 他告诉我们 来他的养殖基地 看看他的鸭子 就知道原因了 什么样的鸭子 可以用来制作血巴鸭 鸭子又该如何挑选呢 当地为了保护这座千年古城 鸭子是不能养在驼江里的 我们驱车半个小时 前往彭大哥的养殖基地 山巒环抱 层层叠叠 松林茂密 而鸭子的养殖基地 就在这其中 鸭子都在这儿呢 这些鸭子像是享受着 这绿水青山的惬意和美好 你们来了 我是来看你这鸭子 可是你这鸭子都在水里 那我养鸭子 我有办法让他上来呀 他能听你的 对啊 全都在水中游泳的鸭子 彭大哥到底有什么办法 能让这群鸭子上岸呢 这些鸭子 能够乖乖地听话吗 在彭大哥的呼唤 和食物的引诱下 这些鸭子 真的都乖乖地跑了回来 紧接着 彭大哥就把这群鸭子赶回鸭社 此时 我们终于看清了这些鸭子 这不就是普通的土麻鸭吗 还以为制作血巴鸭的鸭子 有什么特别的呢 但是彭大哥却说 虽然这里都是土麻鸭 但是也有不同 需要抓两只回来 对比一下才能明白 我去给你抓吧 看着彭大哥抓鸭子 我们就开始琢磨 他说要抓两只回来对比 那么他会抓 什么样的鸭子回来呢 我们看到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土麻鸭 这有什么可对比的呢 帮我拿着 我帮你拿着 很快 彭大哥又抓到了一只鸭子 走吧 我给你拿到外面 对比一下 我们对比了彭大哥手中 跟我们手中的鸭子 但是看来看去 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 之前彭大哥说过 虽然这里都是土麻鸭 但是也有不同 难道制作血巴鸭的鸭子 还要在一群土麻鸭中 精飘细选吗 没想到我们还真猜对了 选做血巴鸭的鸭子 第一点就靠摸 你摸摸它的背 还有这个胸脯肉 有什么感觉 你摸一下 软乎乎了 对啊 你摸一下我再吃 也是软乎乎 但这俩相比 它更软一些 摸这个鸭胸 知道它的肉有多厚 摸背上这个 才知道它胶有多厚 所以你那只太肥了 我这只刚好 原来制作血巴鸭的鸭子 是肉厚肥胶少的鸭子 彭大哥说 鸭子肉厚 这样吃起来 才能够满口留香 肥胶少 鸭子才会香而不腻 那第二点是什么呀 第二点看它的年龄 这从哪看呀 你看毛 我这里毛是一根一根的 你那个小绒毛呀 哦 看到了 我这个像羽绒服里的 那个小绒毛似的 对啊 可以从鸭嘴来判断 你那个鸭嘴 颜色鲜艳 我这个鸭嘴颜色暗黄 而且摸起来 这个嘴唇硬 你看一下你这个 软的 不一样 哦 其实是 彭大哥告诉我们 一年以上的老鸭 肉质很容易又老又柴 但是味道会更加浓郁鲜香 所以想要做出味道好 口感又适宜的血巴鸭 饲养鸭子时 鸭子每天的活动量是关键 一般鸭子养到十个月左右 就不会让鸭子一天到晚 都在外面游泳运动了 需要控制时间 每天最多出去游泳一个小时 这样可以让鸭肉嚼起来紧实 但又不会很柴 现在鸭子有了 那么要如何制作血巴鸭呢 血巴鸭到底是到什么样的菜肴 为什么会被称为重口味美食 我们发现 制作血巴鸭的食材很少 主要食材似乎只有鸭子 鸭血和糯米 这样的食材做出的菜肴 为什么会被称为重口味美食呢 分两八块 一块是制作血巴 一块是同分鸭肉 那到底什么是血巴呢 血巴是用鸭血给糯米做的 一般我们都是用长糯米 这个糯米已经浸泡好了 稍微清洗一下 就可以处理鸭血了 鸭血要怎么做呢 鸭血要放一勺盐 然后放半勺胡椒粉 筷子焦大均匀就可以了 我之前也制作过灌血肠 但是人家是需要放豆油跟鸡蛋 它才可以凝固 它不一样 鸭血只要放盐 放胡椒粉是为了去腥 就这么简单呀 对啊 彭大哥说 虽然处理鸭血很简单 但是想要用鸭血和糯米 制作出口感适宜的血巴 就没那么容易了 彭大哥把鸭血倒入糯米中 之后就是搅拌均匀 这样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一步很关键 直接影响到血巴的口感 但是很关键的一步 却让我们很疑惑 彭大哥把搅拌均匀的鸭血和糯米 倒入另一个盘子中 随后用手轻拍 这在我们看来 就是在给血巴定型而已 怎么可能会影响血巴的口感呢 在拍的过程中 才能决定血巴的口感 拍怎么会能影响到 这个血巴的口感呢 这个糯米是浸泡过的 我们在拍的过程中 不能用力过猛 不用手掌 用前面手指去拍 才会掌控好它的力度 如果你用力过大的话 吃起来会软绵绵的 简单的拍打 却蕴含了多年积累的经验 拍打好血巴后 就开始处理鸭子 虽说鸭子仅仅是切开就可以 但是切也有切的门道 我们这个剁鸭肉也是有掌揪的 要剁成这种瓦块状的 我看还是一块一块 这怎么看也不像个瓦片状呀 那这个肉给骨头分开的 吃起来很方便 这是肉 这是骨头 从这这样看是一个半弯的弧度 所以说是瓦片状 对 简单的食材 却在前期处理的过程中 透露出各种小的细节 真可谓是 哪哪都是门道 处处都是学问 鸭子切好以后 鸭血和糯米也已经凝固成形 接下来就是如何把血疤跟鸭子制作成血疤鸭了 血疤要蒸40分钟口感真的好 40分钟后 血疤出锅了 大小块差不多一字 此时我们才发现 切成块的血疤 不就是血疤压力 偏黑色的小方块吗 随后 彭大哥就把切好的血疤 放入油锅中 彭大哥说 这样可以提升血疤的口感 接下来就是烹饪鸭子了 可是彭大哥却在烧热的油中 加入了一些五花肉 这是在做什么呢 五花肉煸出油脂 炒出的鸭子会更香 鸭头鸭脚炒出金黄 再放鸭肉 可能保证整个鸭子的口感一致 彭大哥告诉我们 血疤鸭这道菜能够流传百年 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 看似普通 但处处都是细节 如果一点没有做到 鸭子也就烧废了 这也是为什么这道菜 在当地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眼前这九种香辛料 是制作血疤鸭的必备材料 等到鸭肉全部变黄后放入 这个就焖一个半小时 随着时间流逝 鸭肉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这时放入之前炸好的血疤 再焖上15分钟左右 这道血疤鸭就可以出锅了 没想到简单的食材 制作起来却如此耗时 血疤鸭的好与坏 这与融合 糯米与鸭血融合 还有那个血疤给鸭肉的融合 融合是这道菜的关键 也是这道菜的精髓 但是让我们疑惑的是 如此美味的菜肴 为什么会被当地人 称为重口味美食呢 我们这道菜是血肉同吃 所以很多朋友把这道菜 称为重口味的美食 血肉同吃 听着吓人 但是吃起来却很美味 没想到血疤鸭重口味的头衔 居然是这么得来的 彭大哥说 取材天然 味道融合 是当地很多菜的精髓 血疤鸭如此 当地还有很多特色美食 也是如此 那么还有什么 非常地道的特色美食呢 隔天上午 我们前往彭大哥家 那么他所说的 其他特色美食 会是什么呢 来到了彭大哥的家中 他的家人 已经在屋外开始忙活了 而彭大哥 正在厨房里处理腊肉 彭大哥告诉我们 腊肉在当地 象征了幸福和团圆 逢年过节 请客吃酒 一定要上一盘蒸腊肉 或者炒腊肉 那么除了腊肉外 他跟他的家人们 还会制作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呢 我这道菜是酸辣鲜香 叫酸汤黄骨鱼 凤凰县一江而建 当地的美食 很多都跟水有关系 酸汤黄骨鱼 就是其中的一道 而酸辣鲜香的味道 源于凤凰的地理位置 酸是贵州的代表 凤凰县紧邻贵州省 所以这道酸汤黄骨鱼 融合了贵州的特色 而另一边 彭大哥也在制作 另一道特色菜肴 这道菜是香辣软糯 香西的特色香西炖牛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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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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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